欢迎收看6月14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慧如 一起来关心本节的新闻重点 马上来关心到的就是因为自称为公民记者的红素猪 辱骂了荣民伯伯 引发了网友的愤怒 还纷纷肉搜 针对此事件也在全台引发了效应 6月14号上午在南京路广场 一大早就有几位的年轻人拉起了白布条 静坐抗议 他们希望用行动来告诉大家 心中的不满 也希望诉求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 从冬午年假开始 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上 引发热烈讨论的红素猪事件 因为辱骂老伯伯的影片在网络上分享 也让许多网友很生气 针对这个事件台东有许多龙圈子弟 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 6月14号上午在南京路广场 拉起白布条抗议 文老龙民公道 文老龙民公道 我们希望 预请我们的政府 不分党派 可以来重视族群融合 那我们也相信执政党 也就是我们的新任的蔡总统 这次我们非常肯定她上台 那时候针对这件事情 表达说族群一定要融合 因为我们真的 尤其是我们东部 是一个族群非常复杂 而且是多元化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东部反而相处得非常的好 这边原住民甚至是外省人 甚至是我们讲的汉人客家人 大家都相处就是一家人 那也希望真的我们执政党 可以好好的重视这件事情 然后来把我们族群融合做到最好 那我相信我们年轻人一定会在后面支持 只要是做好的事情 我们年轻人都会在后面支持 我们这次的活动的主要的诉求 就是在青年正义这一块 青年正义这个主题上面 那我们希望能唤醒更多的年轻人 对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有更多的认知 那也藉由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告诉年轻人 到底我们上一代替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 替我们留下了多少的建设 还有这些创造建设以外 这一些的精神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延续下去 因为为什么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 我们也会面临老 那我们也希望 有一天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人一代 他们能够也对我们有所尊重 所以这个传承 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是一个主軸 因为某些冷偏激的一些语言 来造成社会的对立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本身不是外省人 我也不是龙圈何代 我只是一个台湾人 所以我会今天觉得朋友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我就自动自发来跟他们一起参加这个 这个抗议活动 把心里的声音透过行动告诉大家 这些容卷子弟与民众认为 容民北卑在早年为台湾为台东也开疆辟土 做了许多贡献 不能如此的不尊重 期望社会大众要正视这个议题 东来新闻文革台东市采访报导 一样还是针对容民北卑的事件继续的延烧 国民党台东清宫总会对于红宿珠的事件 于是前往了延湾的一个眷村 发起了声援的活动 要向容民来致敬 现场包括有议长饶庆林 市长张国舟以及议员林秀信 吴秀华等人到眷村向容民容卷握手致敬 还有人是高举了致敬的看板 以及反撕裂族群的布条 诉求拒绝政治的歧视 也要反对撕裂族群 老荣民青土 因为红宿珠事件心里受到的委屈 说到激动促势越来越奋看 现在你没有那么自由 没有那么快乐 没有经济那么成长的 把握抗战光复了台湾 大陆推推 我们保卫了台湾 建设了台湾 守护了台湾 大家的牺牲奉献 哪有今天台湾的安定环容 在各方面用言语 用行动来侮辱我们的老兵 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气愤 台湾民政府成员红宿珠 日前以言语侮辱老农民 引起民众高度争议 国民党台东清工总会 在14号上午 是前往延湾眷村 发起向农民致敬声援的活动 诉求拒绝政治歧视 反对撕裂族群 我们这次清工会是希望呢 能够用比较柔性的这个诉求 来唤起青年朋友们 对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荣民伯伯 叔叔阿姨 对这个社会的付出跟贡献 我们这一辈应该是要心存感激的 我们几十年来的族群融合 就是我们社会安定的力量 为什么可以让人家来撕裂呢 我们在这里呼吁 我们反对 任何一切的种族歧视 我们更希望这个社会要和谐 我们期待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 不是把正义转了形 正义是你说了算 还是这个社会说了算 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的感谢各位荣民伯伯的付出 你们投入我们台湾的建设 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十大建设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星期 你们参加了南横公路的批建 多少叔叔伯伯 上升在我们这条路上 你们是我们台湾最尊敬 对台湾最大的贡献的一个长子 大家一家亲一家人 我们团结一次 不要分彼时 红素猪辱骂老农民事件 引发轩然大波 清工会希望以柔性诉求 唤起对农民的感谢 台湾建立的族群融合 不容被破坏 你们在参加 狡辉抗战 还有823炮战 还有中航的开闭 都是你们的血汗所换来的 我们在这里特别支持 所有的农民伯伯们 你们不要伤心 我们会支持你们 我本人也是荣眷 也是荣民 所以我可以很深切的了解到 红素柱这个事件以后 我们荣民伯伯伯的感受 今天没有我们这些长辈 先进 荣民叔叔伯伯 我可以讲 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所以我们在这里 像市长讲的 绝不是作秀 我们是很愤怒 很愤慨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北分 化为力量 在场包括议长饶庆林 市长张国舟 议员吴秀华 林秀信等人都到场 向荣民荣眷握手致敬 并奉察来表示对荣民的敬意 国民党台东县党部主委 洪威光也提出他的诉求 因为有先议会的议员在这边 在这里也做一个声明 一个诉求 一个肯托 一个拜托 拜托先议会 能够支持 我们的这个 反对撕裂族群 以及季节政治歧视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推的 反对族群歧视法案 希望能够在 透过先议会的力量 由台东县政府 列入自治法规 来明定 来让大家 在生活上 在社会上 都能够受到保障 大家都能够安全 和乐的 活在这个社会 活在台东 活动最后 大家同唱 我们都是一家人 希望这社会 不要再有分裂 以及歧视 东台新闻 林婉甄 赖嘉玲 台东市采访报导 听起来 相亲相爱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现在还有一家人 看到这个画面呢 日前在台东县的成功镇 都威桥的海滩 有一只近成年的热带班海豚搁浅了 而且呢 他的尾棋也受伤了 不过好险啊 他的生命状况非常的良好 在海巡巴厄大队弟兄的努力之下 一起来帮忙 也将这只海豚送回到了海上 海豚也顺利的脱困 日前在台东成功镇 都威桥海滩 有民众报案 看到金豚搁浅 由巴厄大队进行通报 也特别与农业处 林屋保育科来联络 12号下午 那个在成功 从安部落 杜威桥下面呢 有民众发现了 那个海豚搁浅 当时民众也很热心 想要把他推回大海 但是因为可能力气不够 所以就赶快通报 海巡巴厄大队 以及我们台东县政府 徐山保育科 最主要是 海巡巴厄大队 八二代队就派了 十位弟兄 就把他推回大海 因为他海豚必须在30公尺 他才会回游 当初我们也马上就做 鉴定的工作 他是属于热带班海豚 这个是没错的 他是二旗类保育类 最主要是呼吁大家 因为海豚是我们的 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们海中的观赏的鱼类 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请大家好好地保育它 有借由这次的 大家对这只海豚的救护 也感谢大家对这个 自然生态的保育的重视 透过影片来研判 海豚活动力还很强 应该是意外搁浅 海巡弟兄想办法 把海豚送回海上 所幸在大家用毛毯弄尸 将海豚包覆之后一起送回大海 而这只搁浅的海豚 也才能够顺利的脱困 东台新闻温格采访报导 再把镜头带回到台东市区 在富有大楼呢 它是一个存在 让台东市民相当头痛的一个问题 因为弊端而遭到了荒废闲置 而台东市公所在上个月 终于找出了方法 寻求委外的经营 市场张国舟也特别 前往了富有大楼来关心 希望早日能够将它重新的活化 不要让它只是闲置 成为废弃大楼 在5月下旬 台东市公所进行富有大楼公告招标 为了让这个市区 已经闲置已久的大楼 能够有再度活化的可能 市公所希望可以委外经营 各位乡亲大家好 富有大楼确实我们现在到现场 这是台东一个痛 目前你看 市安也好 环境卫生好 真的是脏乱无比 个人主政一年多来 对于富有大楼是有一个施政 一个改革的目标 一个重点之一 富有大楼是在民国81年 与我们施工所出资土地 与我们厂商合资的经营 目前我们施工所所分配到的地下是有二楼 我们分配到的是地下一楼 二楼地下二楼是共有 我们施工所分配到的一二三楼 总共分配到有八楼 四五六七八 是有厂商他们的 目前在施工所 我发现到我们施工所 当初他的土地抵押前 还是被营兰设定到 到103年 我们透过民事输送法 把这个抵押前 土地的抵押前 把它撑回来了 才能输入一口气 也减少我们目前的一个维修费 地下税 我们都要缴一比当大地下税 目前因为还有80年25年 这是他们的所有钱 还有外围的 整个要整治的外围 我们从光明路那个都是外围 他们私人的 他们厂商已经卖出去了 所以说还有50年的潜力 我们要一个透过25年 我们真的等不及了 再忍耐25年的话 我们台中市民真的没有办法忍耐 到我们富有大楼 真的是张乱无比 目前就超过短期的 还有20几年当中 我们先把我们施工所的地下的一楼 我们的一二三楼为外经营出去 让民间庆祝 市长张国舟表示 透过这一次的公开招标 希望将富有大楼给予有缘人 来进行后续大楼再利用的活化事宜 希望可以让这栋大楼不再成为毒瘤 也能够达到真正的经济活化效果 东台宣布发零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警察节 台东县警察局在6月13号 举行了庆祝大会 由副县长陈金虎来主持 当中颁发了模范的警察 资深基优警察 以及最佳的拍档等多项的奖项 来表扬辛苦的破例式大人 感谢他们的付出 让台东的治安维持在最高的标准 不管是在维护治安 整顿交通 为民服务都能看见 玻璃式大人们为了台东 努力打拼热切服务的身影 105年度警察节 台东县警察局 特别在6月13号办理了庆祝大会 由副县长陈金虎主持 当中立法委员刘兆豪 台东县议会多位的议员 以及各机关首长等来宾 都前往共商申举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民众 最在乎的就是 我们在这里要生活的很平安 所以最近 虽然偶尔会发生一些抢劫 或者其他的治安案件 警察局在这方面着力非常深 而且都能够迅速的破案 或者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 我想这个功劳不容否认 不管是从基本的建设 一直到各项的计划的执行活动 这些样样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们警察 不容会也 在这个角色上面办理 绝对排在最前面 好我们要来打造一个 适合居住的一个城市 或者是国家 我们有良好的治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当时一来 我们台湾可以说因为大家 警戒的同仁大家的努力 可以说我们整体的治安 可以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我们居住在台东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一个十足的安全感 会中颁发了模范警察 资深基优警察奖章 基优家庭防暴力观 全国基优勤务区等多项的基优奖项 当中更有最佳拍档包括了父子党 夫妻党兄弟党等组合接受表扬 那当然在警察的工作里面 必须要有既有专业的素养 那才可以服务更多的民众 我想他们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都会有今天的一个传授 以及互相的一个提心以及讨论 然后把最好的一个服务 以既有专业的思维来提供 给台东县民来做最好的服务 我们曾经在马南手共事过一个月 曾经是一起巡逻处理事情 还有记得是大概是家庭纠纹 然后我们到现场 本来民 就有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 就发觉那个尴尬两个夫妻不再少 看到你傻眼 就整个话题转移到我们身上 对对这个就很容易就发觉掉这一件案件 第一次看到两个警察都是兄弟 又觉得双八蛋很像 这让我们记忆比较深 那么我想这个荣誉应该都是我们 台东县民所有的同仁的一个荣誉 我们只是代表 所以在这边也 我想我们三个兄弟在台东县服务那么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一样是秉持自安平稳交通顺畅 那么服务热心的目标来努力 无论是父子夫妻或者是兄弟 一家人投入警戒服务多年 同时获得表扬也成为了活动当天的焦点 而台东因为有警察不求回报的付出 也让各界警政工作得以持续维持高品质 东南新闻林婉珍赖佳林台东市采访报导 继续来到的是台东的池上乡 除了是好山好水出好米之外 也住了一些长寿的老人 其中有一位80岁的老阿贝 不但身体还很硬朗健壮 他每天也持之以恒的做一些运动 而最令人惊讶的 是他竟然拥有一副超嫩Q的软骨头 究竟他长寿的秘诀是如何来养生 还有做了什么样的运动 可以继续保持健康的身心 和拥有一身令人称陷的软骨功呢 现在就一起来探秘曲 人类的年纪活到四五十岁之后 多数人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骨头疏松症 如果要活得健康又长寿 更何况要保有一身的软骨头 在台东池上乡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拥有好山好水好阳光 除了生产出嫩Q好吃的池少米之外 社区里更住了很多健康的老人家 其中有一位健康又奇特的老阿伯 他竟然拥有一副超嫩Q的软骨头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现在算虚肥八十岁 听说米骨头这样辣软Q软Q 我们捧场有在做什么保佣 没有呢 没有保佣骨头怎么会那么软 可能是天生自然的吧 那你跟吃虚肥有关系吗 你都吃菜吃醋 哦 我三十多年来都吃素食 吃素食哦 我们素食台北都有吃到什么 什么东西 豆包 还有链鸡鸡鸡 还有国众的切菜 这位身体硬朗骨头超嫩Q的刘华生老阿伯 目前还是耳聪木鸣 行动灵活 平常很少生病 因此健保卡从未使用过 家里在经营中药店 生活饮食正常 吃素而不吃辣 平常喜欢健走跟慢跑 以及骑着单车到处爬爬走 因而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身心 以及好筋骨 其实一般人如果要练软骨功 是可能的 但前提是必须从小开始训练 至于家中有长者 或者是已步入中老年的民众 关节跟骨头都已经开始退化 在此也要建议 请勿轻易尝试 跟这位嫩Q老阿伯一样拉筋骨 以免拉不动 反而造成骨折的伤害 东台宣布温格在池上香的采访报导 看完了池上好嫩Q的老阿伯之后呢 带领大家来到的是 鹿野香的龙田村的道路旁 有一棵啊 并不是非常高大的老树 可是有人愿意出高价 达到300万元台币要将它买下来哦 其实呢台东县境内已经编列管理的百年珍贵老树 大部分是荣树 张树 加东和苦练树等居多 而唯一一个可以名列台东县百年老树的这棵不怎么起眼 但是外形却酷似黑松扁薄的这棵珍贵老树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瞧瞧咯 画面中这两位模样可爱的小女孩 放学时回家路过此地 被邀请站在这棵并不起眼的树木前充当小model 经过对比就看得出这棵树的高度以及大小比例 因为许多路过的民众和游客在行经此树时 几乎不会察觉到它有什么稀罕特别之处 虽然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长绿强木树种 在台湾常被普遍种植在路边当行道树 或者是栽种在庭院中 作为园艺的造景树 上车就问了 我们这棵龙婆是你种的吗 不是啦 日本时代的 哦 那八十年了 做公子就种了 我啊 日本时代 日本人 日本人种的 对 你买了 你伴的这么大就 嗯 那个 有啊 就有啊 嗯 你本人嘛 不是 你这样做有什么旧域 eaten hour 厨秀吗 我 Christmas 可不可以опо比原来的词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屏東還要來這裡 對 路六十年了 這棵樹 沒有說過路 這個龍佛在台中 有沒有看過比這個大棵 我不知道 我現在出去了 這種樹它成長得非常緩慢 枝葉是圓系針葉狀 樹冠頂端是尖塔形 枝幹呈旋捲的方式 向上盤曲成長 就像盤龍抱柱子般 所以被取名為龍佛樹 說出幾百萬要給你賣 對啊 我沒有愛賣 我沒有愛賣 我怕龍佛 龍佛樹 樹林超過百年的龍佛樹 在國內很少見 而台東只有這一棵 它就生長在鹿野鄉 龍田村一戶名宅屋前 也是日治時期 日本人移民來台東開墾時所栽種的 當年這棵樹種在房舍邊 現在屋主的公婆 在70年前買下這片土地 另蓋房子時 也將屋前庭院的空地填高 導致這棵龍佛樹的樹幹 被埋掉了三分之一的高度 儘管有人出高價 願意將它買下 但是謝老太太也說 為了讓房子的風水 並不會考慮將它轉讓 而鄉公所也盼望屋主 可以好好的養護這一棵 珍稀的百年老樹 東南宣言部溫格在陸野鄉的 採訪報導 再走到的就是南迴地區了 美麗的金峰鄉 擁有自然的美景 在鄉公所努力的規劃之下 在近年都推出了輕旅行的套裝 這一次也不例外 用心的規劃東六十四線的半日遊 試運的階段 整個旅遊套裝只要300塊 就可以帶您到天空步道 金峰溫泉 植物園區等 還有午餐讓你樂活一下 美麗的天空步道 或者是來趟溫泉之旅 來到金峰鄉 真的有好多的旅遊回憶 金峰鄉公所這一次推出了 愛上東六十四線的半日遊行程 我們金峰鄉公所為了要推廣 請教我們嘉欄村的每一個景點 特別推出一個愛上東六十四線的 半日遊的輕旅行 那這個輕旅行的內容呢 包含了要帶各位到我們的天空步道 還有我們剛完成的金峰溫泉 然後還有我們的雲森民族食物園區 這個行程也包含這個補餐 我們這個行程預計會在六月下旬的時候 來開始市營運 那每個人只要三百塊 帶您走訪天空步道 享受自然的景觀 一起深呼吸 或是到金峰溫泉煮個溫泉蛋來泡湯 植物園區還提供午餐 在市營運階段只要三百元 讓大家可以在暑假期間 有趟最棒的旅遊會議 東海順部放到林鄭湖在金峰湘的資本報導 繼續看到是天氣方面的資訊了 西半部要留意強降雨下半天起雨勢呢趨緩 但是氣象局也表示了 受到整個西南氣流的影響 中南部的山區連日會累積的雨量會非常的多 民眾呢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區或者是西邊來活動 此外強對流的系統通過的時候 也會伴隨雷擊跟強震風 在大雨之中能見度也比較低 出門在外或者是行車時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安全了 再來關心台東縣市各鄉鎮市的天氣概況 台東北南29到30度 縱谷地區26到28度 南迴地區26到28度 南迴地區26到28度 海線部分29到34度 海線部分29到34度 離島部分26到32度 離島部分26到32度 再繼續關心 是農民力的資訊了 國立的6月15號 當天是農曆的5月11號 當天日沖屬雞的朋友 35歲、95歲要特別的當心 當天適合架取、納財、定盟、不適合置產、入宅、安葬 在及时的部分是银 卯 四 升这四个时辰 在带领您看到的是星座运势了 本月的主打星是双子座的朋友 您的贵人星座是天平座 星运数字则是七 整体运势三颗星是属于差的一个状态 要特别注意哦 在当天的整体运势解析呢 桃花很旺 你制造了一种小惊喜 很容易讨爱人的开心 工作运呢平顺 你给出的方案跟建议 也会获得上司同事的肯定 不过说到财运还欠了一点火候 过分的这个瞻前顾后 也会错失难得的赚钱机会 继续看脏是励志小语了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 而要靠心态去生活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顺境以及逆境 理工给您作为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慧如 祝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